大家猜猜我这是干嘛去了 你们可别误会啊 我真的是去看表去的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我是流行力 说到初位的表壳设计 你会想到什么品牌 那么碳纤维表壳呢 甚至蓝宝石表壳 你又会想到什么品牌呢 不那么主流的博彩题材万表 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一定猜到了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雷米格的部分新款万表 雷米格这个品牌 我感觉它有初位的表壳设计 是机械机芯的时尚配饰 它凸显了一种乐视的理念 雷米格的万表造型绝对算不上经典 但是一旦戴在手上 它的表现力却非常出场 雷米格也玩材质创新 比如什么蓝宝石啊 碳纤维啊 而且它大大的拉低了创新材质万表的门槛 就拿这个雷米格的 LumiFusion Carbon 也就是预光者 RM111来说吧 它搭载的是自动上链露空机芯 前置式的超大型自动摆脱 以及预光者的具象呈现 以预光者的具象呈现 比如说液光碳纤维表壳 经过了这种特殊处理 内部呢混合了夜光物料 在一般的光照下呢 面盘就是自然的图案 但是一旦到了暗处 就显示出非常亮眼的荧光色 也同样覆盖了荧光的正面 就出现了类似于漫威 独夜一样的浮动笑容摆脱 动感十足 雷米格这个品牌呢 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这款表呢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夜光属性 机芯就是一个前置摆脱的自动机芯 但是它的造型 它的材质和夜光是非常出众的 如果想要带女孩在被窝里 看夜光手表 我觉得啊 这款表的夜光设计 绝对会让女孩尖叫 除了预光者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那就是雷米格的地霸系列 这地霸系列是什么题材 你一看不掉房就知道了 这个系列有那么几种款式 其中这个金刚镀玫瑰金的款式呢 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款式 因为它的后背有一个怎么说呢 可能是故意的差错吧 怎么样 你看出来了吗 瑞士人也真够粗心的啊 雷米格的新款外表感觉过瘾吗 如果不过瘾 欢迎关注我的账号 B站的朋友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互动 YouTube上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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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